加州议会之前通过的核粉法案 限定在生产制造之后 四个小时就必须丢弃 在华裔社区引发了极大的争议 州参议员于应良为此提出了一项新的法案 希望使核粉从制造生产之后 有更多也就是24个小时的运送分销的期限 目前新的法案将交付委员会听证 于应良参议员呼吁民众要积极地表达 对于新法案的支持 协助加州社会多元的发展 此前的核粉法案规定 核粉在制成后四个小时之内就要被使用 否则只能丢掉 此项规定对于交通状况复杂的南加地区来说 很难实行 并引起了核粉制造商的不满 针对此种状况 核粉法案的起草者周参议员于应良 在征询多方意见后 起草了一项新的法案 希望能够将核粉的可使用时间延长至24个小时 此项法案将在7月3日 在州众议院卫生委员会进行听证 但目前该委员会主席 以及加州环境卫生主管协会 均对此项法案持反对态度 为此于应良紧急呼吁广大华裔民众 共同对此项法案表达支持态度 以促进亚洲饮食文化在加州的长远发展 这是你能够学看到的 一路 权进门